腾讯体育8月18日 成功逃离江基区 从赛季初期连战连半位列阪尾 到赛季中期连连许胜疯抢分 大连一方的一系列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中超北京德比人和三比零宋世人国安十八轮 首百三万元克建功开局三连半成功要降级 热门苏斯特尔入鼠中这球队扭转局势 作为本赛季中超中班马 大连一方在赛季前期接连牵下比利时边峰卡拉斯科 葡萄牙中卫封特吉安根廷前卫盖坦 因缘力度傲视中超 不过赛季初期 大连一方连场发挥十分糟糕 他们先是领导巴坦白上海上岗 随后领导二输给广州复利 紧接着又领导三不敌北京国安 由于战绩过于糟糕 大连一方随即决定换帅 苏斯特尔取代马林 成为了大连一帮的主帅 苏斯特尔上任后 球队在战季上未有太大改观 直较其五轮紧接斩获三平二负 所以那一阶段 大连一帮与贵正横锋 牢牢占据降级区的两个位置 成为降级头号热门球队 但随着苏斯特尔对于球队的改造逐渐完成 大连一帮在赛季进入中期后中成功反弹 中超连赛第九轮 大连一帮主场三比零完胜为年冠军广州恒大夺取赛季首胜 此后不久 大连一帮在面对保级直接竞争对手贵州恒风时 斩获二杠一 除了能够在联赛赛场连续抢算完 大连一帮在足节杯赛场一发挥出色 顺利闯入四强 而休在期过后 大连一帮制造了又一轮抢分高潮 他们先是战胜上海上岗 广州复利 如今又二比一击败另一保级竞争对手河南戒业 也正是凭借这一阶段的强势取分势头 大连一帮积分达十九分 成功逃离将急需 甚至积分报第十三 血杯放弃之人成大连英雄穆谢奎贡献比卡拉斯科 还夺大连一帮 之所以能够逃离将棋区 穆谢奎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例如在大连一帮祭败广州恒大的比赛中 是穆谢奎为球队攻入了敲开胜利之门的入球 例如在大连一帮战上贵州恒风的宝级生四战中 穆谢奎为开二度包办了球队全部入球 例如在大连一帮完胜广州负利的那场比赛中 穆谢奎上演帽子技法 在杜立柱帮助锁定胜局 时至本轮这场连遇大战 穆谢奎又一次成为了球队的英雄 当张冲出现低级失误 被李卡多破门得分后 大连一帮处境有多么糟糕 无需多言 试想一下 如若大连一帮输掉这场连遇大战 那么他们将在保吉尼潭中越陷越深 为那时刻 穆谢奎在肚挺身而出 上半时捕食阶段 穆谢奎皆装进闲船 中强点冲顶破王 微球队追平比分 一边在战后 穆谢奎门前捡了再入一球 帮助球队反超比分锁定胜局 穆谢奎进一阶段 发挥有多么出色 由此可见一般 保吉圈形势仍扑朔明 林舒斯特尔切勿调以清新 大连一帮虽然凭此胜逃离较急区 但他们身上的保吉压力仍旧不小 从积分榜积分排名形势来看 成功双杀山东路能的贵州横峰 目前积时一分点底 六轮不止的重庆思维 目前积时六分列倒数第二 遭遇三年外的河南建业 积时八分列倒数第三 接下来 就是目前积时九分的大连一帮 从取分势头来看 大连一帮显然优于 另外三个保吉竞争对手 从积分情况来看 大连一帮也享有一些优势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赛程还剩三分之一 大连一帮仅仅领先排名到数第二 的重庆思维三分 积分优势并不大 也就是说 大连一帮稍有不顺的话 就有可能重新跌回降级区 所以对于大连一帮来说 他们与完成保吉大业任重而道远 较之于大连一帮 贵州横峰 重庆思维与河南建业的日子更难 贵州横峰本轮虽然爆弄击败山东路能 但他们落后河南建业达七分 积分差距比较大 河南建业先来连战连败 接下来不仅将面对争冠球队上海上岗 还将面对保吉竞争对手重庆思维 如若河南建业不能及时止住腿势的话 那么其保吉前景将变得更不乐观 至于重庆思维 球队多伦不胜 新帅小克鲁伊夫的到来 尚未给球队带来本质性改变 同时重庆思维接下来 不是对阵阵关球队 就是面对保吉竞争对手 所以对于重庆思维来说 他们如若不能止住腿势 必将会在降级区越陷越深 当然 保吉大战究竟会如何发展 未有是拭目以待了 文出CM免责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